区间车上响起轻快的音乐铃声 这时候乘客们一般都会认为是 车厢内播放这首伦敦铁桥垮下来的轻快音乐 还以为是到站要下车了 但是当下有乘客发现其他人在音乐响起时 竟然是慢慢的往厕所移动 接着都很有默契的知道 是有人受困在车厢的厕所内 要去解救他 但是这让不知情的乘客满脸困惑 原来这神秘的轻快音乐 竟然是紧急求救灵 那可能需要改一下 因为如果那个声音来讲 也确实是太轻快了一点 比较不会联想到说 有人受困在某个地方这样 过程po上网也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都认为紧急铃声这么欢乐 根本听不出来是在求救 但是也有过来人分享 曾经因为厕所门卡住出不去 按了紧急铃声 就是这首音乐 也有人分析 可能是为了避免民众恐慌 才选择播放比较轻快的音乐 主要是能让台铁人员 能够接受到消息就可以 不过台铁工会说 其实每种不同型号的列车 紧急铃声都有些不同 像是用伦敦铁桥垮下来的音乐 作为求救灵的就是EMU八百的车型 台铁公司回应这是乘客误案厕所的紧急铃 第一时间由通知列车长来处理 确认没有人受困 就立刻将音乐解除 只是大众交通工具都会有广播或是倒站铃声 不少人第一次听到台铁厕所的紧急铃声响起 但是却因为太轻快 完全听不出来是需要求救的讯号 也让这个冷知识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三星宣高官兄 教育台报道